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医生是一个面冷心热 有过度克制 善良可靠的机器 我个人觉得林医生 我还有 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也不是特点吧 他们都会有一些经历 这些经历会让 我们在生活中 把过度的执着 或者是说过度的纠结 慢慢的 转变成 学会了选择 和学会了所谓的放弃 但是这种放弃我认为 不是消极的而是 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很高兴 观众朋友们能看到 我的表演的一些层次 我也非常的开心 但是 我也希望趁年轻 作演一些青春偶像 又活力的戏 对 成熟的时候在 有很多的时间去演成熟 男人的角色 听到网易云所谓的意思吗 您本来是非夜网易云 从而选手的作为一方 怎么看大家不熬夜 其实网易云这个词 我一开始不太清楚 但是 在网上 饿补了一下 大概了解了一下 我个人 其实不是 不太喜欢这种熬夜的方式 但是有的时候 看的一些短视频 会看到 就不能自拔 自己都控制不住 等 看到差不多时间 觉得 该睡觉的时候 一发现 好像 已经听完了 这也是非常 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良好的生物中 这样对你工作 生活 还有 这个 心情 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态度 那太多了 如果要是设置热搜关键词 我觉得这个 有很多 我的首选 应该是 善良而生 不放弃 因为 熊盾也好 林医生也好 他们所执着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 不放弃 一个生的希望 一个新的开始 觉得熊盾是一个 如何能来 熊盾 像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和 熊盾的爸爸妈妈 等我聊天 我觉得他们说的 熊盾精神就是一个非常 积极的 非常 能够体现熊盾 这个人的 一个诠释 他们对 生活的希望 和对任何事情的不放弃 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 熊盾 这个 美丽的女孩的 一个诠释 蒋老师回家 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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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老师 是一个喜 非常好的人 而且他 非常的活奋 他对表演的态度 我非常的认同 而且他 会为戏 会为自己的工作 拼命的这种 其实我 实际上 所以我觉得这点 模样的很像 我也非常的欣赏 这个品质 难忘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朋友 给我寄了 一瓶熟的醉蟹 我放在冰箱里 我想着 给蒋老师送过去 然后想着想着 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过了好几天 我突然想起来 我冰箱里还有个醉蟹 要给蒋老师吃 然后我就把它 就让助理给它送过去了 然后 蒋老师也没有什么反馈 然后等第二天 说 醉蟹我尝了一下 还挺好吃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保质期 好像已经过去 但是我就特别的懊悔 原来我放了 那个醉蟹原来是 保质期那么的短 我真的应该早点 就是收到 那个醉蟹的时候 第一次 第一时间就给它送过去 但是我问蒋老师 还是把你过期的嘴鞋吃了 这个真的是让我 让我很难忘 明场面 其实也蛮多的 让我印象很深的 说一个吧 就是熊顿她 新书发布的时候 她有一个发布会 但其实这个发布会 并不是为她准备的 而是为她的闺蜜 一个有名的模特 去准备的一个发布会 她只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但是她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 她上台前那时候 去争取她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所有人都对她 产生了质疑和 悄不起或者是不耐烦的那种态度 但是她依然非常积极 非常有能量的 去证明她自己 去证明她的这本书 和证明她的生活 证明她的奋斗 这个时候林医生也是在场的 看到了这一幕 所以看到了这一幕以后 对熊顿这个人 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 我觉得 这种场面 在我们生活中 其实是会遇到过的 而且 对很多人 在奋斗的过程中 都会遇到过这种 被质疑啊 或者被 被否定的这种过程 但是我觉得 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需要一个积极的心态 就像熊顿的这样的心态 去勇敢地去面对她们 去战胜她们 所以我认为这个场面 在我们心里 和脑海里有很深的印象 那不是我的直男行为 那是林医生的直男行为 是塑造 是塑造出来的角色 我觉得 林医生可能在生活中 这种行为 可能会少了一些 情趣或者是说少了一些浪漫 但是 是实打实地去爱 对方的去爱情 或者去 心疼她 保护她的 所以 我觉得是公平的 少了一方面 她会在另一方面 给你更多的 的鼓励 公文圈中最有趣的事情 分享一下她 令你深刻的公文圈 这个朋友圈里面 还真有一个 让我特别 印象深刻的最近 是我们 中系的一个退休的老师 她其实是 搞后勤的一个老师 她已经退休了 最近她发朋友圈 发的特别频繁 总会发一些什么 俄罗斯大剧院 美国百劳会 这些 有名的芭蕾舞者 在练功 在跳舞 都是这种 非常有艺术气息的感觉 让我觉得 印象很深刻 很好玩 这么大 是我们的 好 好 好